哈囉大家好 我是邦鞭 今天我們只會喝薑菇茶 那也太遜了吧 我們今天呢 有薑菇要當天 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薑石燒肉 那我們也可以拿我們的黑糖薑菇茶來補菜 真的超級方便而且美味又可口 超美的耶 黑糖薑汁 拿起來好吃耶 就是大家可能會以為那個冬汁吃起來會很辣口 但是其實不會 它跟洋蔥搭配起來的話 就是其實是融合在一起 會有吃得到薑的味道還有洋蔥的甜味 而且我們今天的那個黑糖薑菇茶 它是手炒黑糖的 它是那種小火慢慢熬出出來的 它是純手摸的 所以吃起來就是很天涼的餘味 今天的第一道呢 是我們的湯圓加黑糖薑菇茶 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把水果人把手湯丟進去煮 然後再把黑糖薑菇茶泡開這樣就好了 所以非常簡單 它吐一吐這樣 好酷喔 薑菇茶湯圓 而且它的這個黑糖薑菇 擠的過程中 濃郁的薑 它是一坨一坨掉下來 所以它的薑是切得很碎很細的那一種 然後你入菜的話就是 可以吃到它的薑水 而且聞下去就是它還有一個很濃的那個 黑糖味道 而且它的黑糖是那種手炒的 在經過滿長時間小火燉煮 所以 嗯 這個聞起來真的很香 濃濃的那種黑糖味 連接著我們第二道呢 是我們的豆漿加黑糖薑菇茶 我們是用無糖豆漿 因為我們的薑菇茶也是有黑糖 所以你在加豆漿的時候可以買無糖的 所以來試喝 嗯 好香 嗯 好喝欸 就是豆漿它把那個 黑糖漿汁那個漿的部分啊 辣口的感覺給 就是覆蓋掉 所以就是喝起來很順這樣 而且它是手炒黑糖 然後再加上小火慢慢的熬煮 所以它那個口感喝起來就是很溫潤很順口 OK今天推薦給大家我們的 尿美部黑糖膠母層給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